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格林多人前书第十章 第十四至二十二节 亲爱的诸位 为此 你们要逃避崇拜邪神的事 我想我是对明白人说话 你们自己审断我所说的吧 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 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剥开的饼 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 因为饼只是一个 我们虽多 只是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 你们且看按血统做以色列的 那些吃祭物的 不是与祭坛有份的人吗 那么 我说什么呢 是说祭邪神的肉算得什么吗 或是说邪神算得什么吗 不是 我说的是 外教人所祭祀的 是祭祀邪魔 而不是祭祀真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邪魔有份子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邪魔的杯 你们不能共享主的言习 又共享邪魔的言习 难道 我们要惹主发怒吗 莫非 我们比他还强吗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格林多城是当时一个繁华的港口城市 在那里 不同宗教和文化密切交融 环境也相对复杂 导致一些基督徒也开始参与其他神明的祭拜 因此 在今天的经文中 我们听到圣保禄宗徒 吉利禁止格林多的基督徒这么做 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 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剥开的饼 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 按以色列的传统 人若在某个祭坛上奉献祭献 便和祭坛的神明有了共荣 因此 若基督徒分享了基督的圣体圣血 他们便与耶稣合而为一 基督亲自住进他们的身心灵 全然属于他 倘若基督已在他们心中 他们就不应该跟着外教的人 参与偶像祭拜 与其他的偶像神明有所连结 我们的主基督是一个专一的天主 他希望我们对他专一 因为只有他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生命 才能带领我们认识真正的真理 然而 有些教友虽然已经灵洗 却因为无知 好奇 信仰不够坚定 或以为多拜多宝庇 而去其他庙宇求神拜佛 除了神奇之外 现今社会所崇拜的偶像 不外乎是金钱 享乐 色情 民心 而他们最普遍的祭坛 就是你我都有的手机和网际网路 可见 从古至今 偶像崇拜仍旧兴盛 天主很难成为我们的唯一 圣宝路今天直接地问我们 我们这样自以为是的 在外面祭拜别的偶像 莫非我们认为他们比天主强 让我们祈求耶稣 给我们坚定的意志 抵抗所有偶像的诱惑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爱上主我们的天主 请品尝圣言 你们不能共享主的言习 又共享邪魔的言习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在祈祷中问问耶稣如何保护自己 不受金钱 享乐 色情的诱惑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请你让我每天渴望 领受你的圣体 抵抗其他偶像的诱惑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对耶稣专一 不崇拜其他的偶像 也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是 未经许可不宗 我们明天见 什么 感谢观看